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天晴 面對原材料成本不斷上升和物流困境 韓國的大型企業加快在全球擴大生產基地的步伐 以減少對中國的過度依賴 三星、SK集團、現代汽車、蒲漢幹鐵和樂天集團等韓國企業巨頭 紛紛提出應付全球供應鏈壓力的措施 俄輝戰爭和中共當局嚴厲的清零政策也加速了供應鏈的重組 目前中國仍然是韓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夥伴 一旦中國供應鏈中斷,可能立即影響韓國經濟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韓國超過21%的進口是來自中國的 以2021年為例,中國進口的尿數短缺 即威脅韓國的經濟活動 尿數有多種用途 包括用作柴油車的美氣處理液和製造肥料等 2021年10月中旬,中國因煤炭短缺,減少尿數出口 令韓國陷入了嚴重危機 由於缺乏料數,韓國近400萬輛柴油車沒辦法運行 物流業因此大亂 這個事件突顯了這個資源短缺的國家嚴重依賴中國 以獲得維持正常業務所需的基本物品 從那時起,韓國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加快計劃 在世界各地建立多元化的生產基地 韓國國際貿易研究院在4月11日的一份報告文章表示 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中,韓國政府必須準備好與中國脫鉤 文章提出,供應網絡的核心基地正從中國轉移到台灣、馬來西亞、印尼和其他國家 並補充認為,韓國應該建立一個供應鏈控制塔 來加強應對這種變化 2022年3月,現代汽車宣布印尼製造廠正式啟用 預計年產量高達25萬輛 該工廠亦是現代汽車是東南亞首間生產電磁動力車的工廠 在韓國部署撒得終端高空防禦系統後 引發起中國對韓國產品的強烈抵制 這令現代汽車和喜亞汽車的銷量不斷下降 由2016年總銷量達179萬輛的高峰一路減少 2021年已跌破50萬輛 4月早前,現代集團表示 它將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工廠投資3億美元 用於電動車生產 韓國商業月刊表示 現代集團目前僅僅在 阿拉巴馬州的現代汽車工廠 以及喬治亞州的喜亞汽車工廠 生產來源機器車 4月18日,根據《韓國經濟日報》報導指出 在世界電動車電池巨頭 LG新能源的主導下 多間企業將投資90億美元在印尼建立電池價值鏈 處理整個生產過程 計劃的參與者包括LG新能源、LG化學、LX國際、 蒲漢鋼鐵控股等 這些企業在4月14日 簽署了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框架協議 將與印尼國營礦商 和印尼電池公司IBC建立產業鏈 韓國《經濟日報》表示 LG計劃在這個東南亞國家 打造完整的電動車電池產線 包括野煉和蒸煉 製造前驅物、陰極材料和電池 以及組裝成品等 此舉只在降低涅價波動的風險 同時減少對中國原材料的依賴 幾十年來,韓國三大電池製造商主要依賴 從中國、南美、澳洲等地進口的聶 而最近由於俄羅斯進入侵烏克蘭 以及智利將採礦資產國有化 聶和里的價格已經飆升 印尼目前是全球最大聶生產國 以擁有最豐富的聶存量 聶是里離子電池陰極中最重要的金屬 隨著韓國電池製造商 專注生產含裂量超過80%的高裂電池 印尼已經成為新合作夥伴 先前3月23日 LG新能源和全球第四大汽車集團 斯泰蘭提斯表示 將透過合資企業投資41億美元 在加拿大建造全新的大型電池製造廠 LG集團的另一家子公司 LG生活健康 業務嚴重依賴中國市場 它正在將重點轉移到北美化妝品市場 以實現業務組合的多樣化 2021年11月 三星電子宣布投資170億美元 在德州泰蘭市 泰蘭建設一個新的半導體製造廠 並在2022年上半年開始動工 新工廠計劃在2024年下半年開始大規模生產 製造基於先進工藝技術的產品 應用於手機、5G、高性能個人電腦和人工智能等領域 據路透社報導指出 2021年12月 SK集團旗下的半導體公司 SK海力士表示 收購英特爾 NAND閃傳芯片廠第一階段作業已完成 這筆90億美元的交易 是SK海力士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收購 希望藉此增加閃傳芯片的產能 擴大美國市場 據路透社報導表示 韓國鋼鐵巨頭蒲漢在2022年3月 已經向阿根廷一個新的鋰礦項目 投資40億美元 據韓國國際貿易協會的數據 2021年韓國公司進口的氫氧化鋰 有83.5%來自中國 導致難以應付價格波動 作為鋰產品主要生產者 中國企業由南美、澳洲進口里蒸礦 再進行加工和生產 因此有能力控制定價 據路透社報導則表示 樂天集團的核心部門 樂天化學在1月表示 他將投資39億美元在印尼建設一個大型石化廠 目標2025年投產 樂天是韓國五大集團之一 在1994年進入中國市場 他主要的子公司 例如樂天馬特、樂天百科、樂天七星飲料和樂天化學 都是在中國有大量的業務 據韓國報紙《亞洲經濟日報》報導認為 樂天集團3月份宣布 在上海的總部 將在2022年上半年內關閉 將業務重心轉往東南亞市場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英文大紀元記者 Lisa Bian 報導 陳婷編譯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